餐館的大劑就在廚房裡面 因為關了燈 都很黑 大媽就撞到我身上 然後我就開始疼 她又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 我就繼續 大膽問一句 有沒有射的 有啊 嘩 歡迎身體港男港女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ka 今天 是 有一條叫Gary的茂利 她做到了 蛤 她又娶了小小姐 又怎樣娶了大小姐 就看她怎樣發揮 好 我們今天找Gary出來說 Gary在這裡嗎 你好 你好 我猜不到我有生之年 即是見證到嗎 我看到有個人做這樣的事 快點說來聽聽 你的故事的事情是怎樣發生 為什麼會遇到兩個 還要是媽女 我之前移民來美國的時候 跟很多移民來的人都一樣 先做餐館 認識了一個越南華僑 其實她的老婆就是大媽 然後他們就介紹了小媽給我認識 然後我就跟小媽拍拖 然後就結婚 然後那些媽女是很有趣的 他們很喜歡扮對方 走來說 哎呀 你拖錯了 這個才是你老婆 或者怎樣 真的很喜歡這樣玩 不知為什麼 是 整故來 是的 整故來 後來過了十年八年 大家都有自己家庭 但是那個越南華僑 其實都不是那麼好的皮靈 經常都罵大媽 或者不讓她出去外面 因為我又不是很喜歡做餐館 所以在這段期間 我轉了去做一些外國公司 所以時間又比較好一點 定一點 早幾年 你知 Clovers 就死了很多人 這個越南華僑是其中一個 她就不是那麼幸運 她就過了身 哦 那時候大媽的餐館 需要人幫忙 很自然就想到我 變了很多時間 我會去餐館幫忙 你知道日久就會生懲了 必然的嗎 喂喂喂 你好像是必然的 你這樣說好像有些太過草率 是的 日久生懲 即使你日久生懲 你也跟我交代一下 怎樣呢 首先現在因為那個華僑 就是越南華僑的老公 老公就死了 那時候COVID在美國真的很慘 我都認識 有些我鄉下的親戚 全家都離開了 一個都沒得剩 很誇張 好了 這個老公不幸離開了 即是說那間餐館 是由姐姐打吃的 是由大媽打吃的 是的 大媽求助無門就找你了 這件事你去餐館幫忙 小媽知道嗎 即是你太太 知道她當然知道 因為她們很好感情 她們可以說形影不離 即使你們各自結婚之後 還是很好感情 很好感情 她們差不多一個星期都要見兩次至三次 好 那你跟她所謂日久申請用了大概多少時間 其實不是很久 應該是兩個月左右 兩個月都很長時間 兩個月很長時間嗎 兩個月日對夜對 每天上班 要跟男同事 要跟男同事 兩個月 甚麼都會 但你會不會有些 因為真的 大家長得這個毛 所以才會 吐著 其實有些這樣的感覺 因為 你不是有錯過的嗎 以前都是 因為她經常都 我都說她經常都整股我的 同樣地都會整股她大媽的老公 其實很多時候 我是覺得大媽的老公是故意認錯 但我從來都沒有認錯 我每次都認得到 很多時候 我們兩夫婦都會去幫忙 但是 我八卦一點 你所說的幫忙 是做一些領導的角色 譬如說你要決定餐牌 還是你是去樓面搬台托 做一些前線的工作 還是怎樣的呢 其實這裡是沒有分的 不像香港 又分樓面 又分廚房 沒有的 總之誰有空 就去誰做的 原來是這樣 OK 為什麼這個幫忙 你會跟她申請呢 其實就是她老公過身之後 幫了她大概兩個月 有一晚收舖 幫忙收拾東西 做完之後準備離開 她是不小心 還是故意 我不是很清楚 她就踢一踢 衝到我身上 很自然地抱著她 在這個時刻的時候 我覺得很自然地 發生了一些關係 等等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什麼跳得那麼遠 她踢傷 我不管她是故意還是假 你不小心 踢到你身上 你接著她 OK 你當晚馬上跟她發生關係嗎 是呀 其實就是在餐館的廚房裡 哪裡自然 我不覺得自然 超不自然 媽媽 為什麼會這樣 哈哈哈哈 如果我公司有女同事 我跌倒 我接著她 那我是不是要在公司 就地正發她 自此女同事都會小心地走路 哈哈哈哈 應該 不是 其實就是 我開玩笑而已 之前應該也有些事情 是嗎 你之前已經在看人家 其實就算她的先生 還在生的時候 她都已經很依賴我的家庭這邊 例如呢 譬如她的小朋友 要上高校 接著要讀高校 她都會主動問我的意見 她是挺依賴的 因為她身邊沒有什麼朋友 而且她的丈夫 也對她不是十分之好 經常都想踩下她 令到她那個人是很沒有自信心的 就不同我老婆 就不同我小媽 小媽就很有自信心的 走出去 很有主見 然後她很多時候 都會問我和我太太的意見 我覺得她是很依賴我們 這片家庭的其中一個人 這些點點滴滴 其實我也覺得是關事的 都會令到他們的關係更加親戚 即是說大媽和Gary 今天早上見後晚見面 所以我們女人應該怎樣 不要讓你認識我的兄弟姊妹 不要讓你認識我的乖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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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啊 所以這些就是藉口 你們竟然當藉口成虛而入 Mika 你又不要說得那麼難聽 成虛而入 還不成虛而入 我扑了扑你就自然發生了關難 你如果真的用成虛而入之前 你要多加四個字 叫做你情我願 你情我願 現在不是我按下她 在廚房搞她 但是你想一下 Gary 你先想一下 你現在還有一個老婆 你現在討論範圍內 我知道 Gary有個老婆 大媽也有個妹 不能說Gary對不起某個人 大媽也有 如果你說對不起大家都有份 是公平的 問題是你現在不知道她的棄生是有意無意的 是的 我慢慢看這些故事看得多 我發現有意無意 也不重要 不重要 無論她有意無意也好 扑下去 男主角沒事的 有意無意 你也是沒事的 你也是下班的 所以有趣在什麼 雖然我未問清楚 不過我猜的 在廚房或者樓面 哎呀抹桌抹地 你接著男主角接著她 當然要對望一下 不是看地下 當然要看你的眼睛 四目膠頭 你眼看我眼 糟糕了 為什麼我不立刻彈開 糟糕了 她又不立刻彈開 糟糕了 我抱著她四秒 糟糕了 原來可以想到六秒 糟糕了 我們可以去廚房做些事 整件事沒有語言 所以這件事多浪漫溫馨 你情我願 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discovery 很重要的發現 咦 原來你對我也有東西的 Susan Susan Susan又發現Peter 原來你對我也有東西的 嗯哼 但我想問一件事就是 那一起了之後 你老婆知道嗎 後來再過了幾個月之後 其實她知道 事情發生在廚房還是樓面 在廚房裡面 可不可以說一下大概的設定 是怎樣 她在做些什麼 接著是卡牌 她在搬東西卡牌 拖地卡牌 還是什麼 我嘗試解構她 有心未忘心 哈哈哈哈 好難 先聽聽 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Hanky先生對故事的結構很特別有興趣 我那一晚其實是已經收拾東西 要準備離開餐館 但是餐館的大鍵就在廚房裡面 要關掉大鍵 把所有燈關掉 然後我們就要走出去前門 也有一段小路 因為關掉了燈 我要拿著電筒 等她走 是 我拿著電筒 等她走出來的時候 她就 扣了在我身上 哦 因為有少少暗 地上有些暗 是啊 其實也挺黑的 光的來源就是 只有我的電筒 和XXLight 是 你們的後續都是靠電筒 哈哈哈哈 是啊 跟著 跟著我們開始 湧吻的時候 其實電筒也關掉了 嘩 比我想像中 還要更加 更加Sexy 更加刺激 因為如果你眼看我眼的時候 都還有一份尷尬在裡面 哎呀 糟了 你看著我 很尷尬 我是不是要迴避你 現在迴避也不用了 嘩 差點 若隱若現那一刻 好 那她摸起來 你接住了她的哪個部分 接住了她的手 還是怎樣 肩膀 哦 已經走得很近 然後 正常人 如果我的同事 撞過來 接住她的肩膀 沒問題 推開她 應該這樣說 你那一刻 沒有這樣做 因為 你本身 已經有 30% 有這種想法 都可以這樣說的 因為 之前 大家的感情 其實都已經很好 我只是想問一句 你咀下去那一下 有沒有閃過你老婆的影子 哈哈哈哈 我不會問這些問題 其實那一刻是很奇怪的 一來環境比較黑 二來他們其實樣子真的很相似 要不然我的朋友都不會認錯 那說明對嘛 當然是相似的 那所以其實 你看有沒有閃過 其實我們真的 我都不知道 我都分不了 其實你接著她 現在知道 原來你的臭小子 本身已經有 有想過這個想法 但是大媽的肩膀 側了下去 你的手上 有沒有任何回避一下 或者企圖 企圖 還是怎樣的 感覺不到她有回避 我覺得她的力 就是 挨握她的力度 就是這樣 所以我才會疼她 那我看她疼她 她又沒有什麼反抗 我疼她 聽起來有心的機率都大 那一定有心的 要不然也不能一起 對 然後她就不動 就定了在這裡 等你 在下一步 還是什麼呢 我又不覺得她有掙扎 總之我只知道 我抱著她那一剎 她又沒有迴避 又沒有推開我 然後我就開始疼她的額頭 然後疼她的嘴 她又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 我就繼續 喂 廚房就很混亂 油軟軟 對 好像有些 不是那麼乾淨 你們都OK的 那時候 全程都是站在那裡 哦 OK 應該沒有任何安全措施 沒有的 沒有任何安全措施 直接來的 但是打問一句 有沒有射起來 有啊 因為其實我們年紀都不小 我也五十多 她也四十多 有人六十多都可以有 女性四十多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她都是高齡而已 是啊 我們就是覺得四十多其實都很難會壞人的了 所以就無所謂了 是啊 因為平時我和小媽都沒有做任何安全措施 在這十幾十年八年裡面都 但是你們做完那一刻呢 因為通常做完那一刻就可以清醒了嘛 是啊 做完那一刻有沒有清醒了 其實我真的沒有 蛤 是你這個人這樣的 嘩 所以就覺得很自然 蛤 覺得很自然 老老實實 他們在性格方面 會不會給你的感覺都是一樣的 不同 完全兩件事 大媽是含蓄很多的 她不會說很放那種的 但是小媽就會比較想放一點 其實我和小媽都不是發生那麼多次 但是和小媽舒服一點 但是如果是刺激 就和大媽會刺激一點 你和小媽怎麼會少啊 你十年 的婚姻 不是 小媽我比較少 她說大媽比較少 哦 OK 那你在情人之福 大媽又很喜歡 又美女 大媽女這件事 有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樣子是一樣 但是人又始終有點不同 所以那個神秘感 或者刺激感 就是這裡 我自己覺得可以了 我不知道Gary怎麼看 我覺得是有分別的 因為始終都是兩個人 兩個不同的性格 OK 那大媽都和你發展了 小媽又說接受了 嘩 開綠燈 那小媽 那你是不是就叫大媽過來住 還是怎樣 都沒有的 因為她自己都有她自己的一間屋 所以星期末可能都會過來的 但是星期初多數都是我會過去她那邊 因為我們星期一或星期二都會去入貨 所以我變成星期初我會去她那邊過夜 哦 星期末就會回到自己家那邊過夜 嘩 嘩 你遊走於兩間屋 我想問你這樣三人走了多久 大概幾年 由COVID到的加下 COVID到加下都四五年了 差不多 嘩 那是不是到目前為止 你們都沒有搬一起住 都是你遊走於兩個家庭這樣 都是郭國住 但是那些小朋友現在是放暑假回來 那我就一直都在自己家裡 哦 免得遇到她的子女了 是她的子女回來 那就不是很好 哦 但她的子女知不知道 你四五年了 照計就不知道 嗯 到現在為止就不知道 真的不是這樣方便知道的 很難解說 有些事情你不想讓她知道 她就不知道 對不對 現在可能college的年紀都還小 即是十多歲 可能都 二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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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歲都應該 我會猜到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是啊 二十歲 好 這個 我想有很多觀眾都很羨慕的 一個情況 因為她最羨慕的事情 很多事情都羨慕 本身她在情形之福 我想很多男觀眾一定很羨慕 第二 媽女 很特別 這種身份 很刺激 很過癮 很神秘 最令我很妒忌的是什麼 她不需要經營 蛤 大媽自己送上門 蛤 小媽說接受她 好 多謝Gary 你這麼大方分享你的故事 留意Gary 她在用真名 亦都在用真聲 她說不需要變聲 為什麼 因為我都離開了香港 而且 我身邊的人都知道我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 希望你和你大小姐和小小姐 都這麼幸福快樂 這個對聯對她來說是很有意思的 因為中國人去到西方住 是有新新年和舊新年 而她家裡是有大小姐和小小姐 我要再說一次 先過新新年 再過舊新年 新新年舊 舊新年新 先娶小小姐 她真的是先娶小小姐 再娶大小姐 小小姐大大小姐小 希望你們大家都這麼開心 好嗎? 多謝你Gary 拜拜 怎麼樣?你很羨慕她 你整個樣子寫著 為何不是我 是不是有卡通邊的阿線 阿線 阿線 是啊 嘩 不用經營 大哥 我唯一想的就是 我不知道 家姐的小孩 兒女知道了會怎樣 都很驚訝 都要幾長時間才能接受到 這件事 Anyway 這個都是她獨特的條件而構成的 一些問題 要解決一下 都是要想一下 我猜她應該都幾nice 那個人 我覺得她應該都靠得住的 聽起來的話 除了她跟我說 我很自然 還有我沒有內疚感 我很sharp 至於我 很自然 我都覺得OK的 可以的 她說她沒有內疚感 我心裡想 什麼叫沒有內疚感 我只好說她很幸運 她找到一個 真的不會跟她吵 又接受到這件事的老婆 換著第二個 就不是這個結局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以上節目是經過生戰的 如果大家想看觸本版的話 那就要快點加入會員 加入會員之後 還可以加入我們的TG Group 裡面有二千個朋友 跟你一起聊天 還有分享過故事的主人翁 都在裡面 那現在快點訂閱 還有加入會員 還有加入會員 跟隨便 你